好有了关注之后呢 关注接口之后呢 其实取消关注是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是倾家数据 一个是删除数据而已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就比看一下 这是刚才我们建的那个关注的那个路由 对吧 然后这是取消关注的路由 这一行和这一行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后面不一样的地方 就这样这个API不一样 一个是这样用Follow API 一个是这样用UnFollow API 团团都是一样的 UnFollow API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样怎么定义啊 Ctrl里面怎么去定义 然后这是Follow的对吧 然后这就是UnFollow的 UnFollow的 Follow的里面呢 我们是调用这个AddFollower 这个Service这个函数 去创建的这个关注关系对吧 那UnFollow里面呢 我们调用的是DeleteFollower 这个它创建的一个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 有一不同的可能就是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个 就是把这个TryCatch给去掉啊 好 然后把TryCatch去掉啊 如果返回这个Results 就是有值的话 那证明是删除成功了 对吧 因为它是删除嘛 那就返回一个这个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 根据上面的结构 进行了一个改造而已 刚才这个TryCatch的结构 和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个函数不一样而已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简单的改造 然后就 就这样了 就是删除 删除一个关注人 然后成功的话返回SubsanModel 不成功的话 反正这个DeleteFollower FailInfo 这个和这个也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东西 只是一个配置而已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没什么基础难度 那好 那再往下就DeleteFollower DeleteFollower 这下面呢 你上面这个 AddFollower是一个Create 对吧 就是UserRelation.Create 然后DeleteFollower 就是一个UserRelation.Destroy DeleteFollower就是删除 然后加一个VR条件 VR条件就是这个UserID和FollowerID 其实完全都是一样的 完全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是新增 一个是删除而已 所以说 我们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这个系统过程中 直接去试一下 刷新 这个时候我们执行这个取消关注 那我们看一下 OK 这个接口也返回成功了 对吧 好 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粉丝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点一个关注 再刷新一下 粉丝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 关注我取来关注 这两个接口 其实开发了一个之后 我们把另一个 就可以通过这个 直接类似于拷费的 或者说直接模仿的方式 就可以写出来 所以说这些代码 我们就没必要在一行一行 手写了 完全都是一样的东西 没必要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 现在的代码提一下吧 现在也 开发了一些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简单看一下Diff 就是看看有没有我们改错的地方 格式上来说 OK 应该是没有 然后我们按着一下 关注和取消关注的接口 好 Pose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PPT吧 关注人列表 我们把关注人列表做一下 然后在代码中 关注人列表呢 首先我们要去搞这个模板 对吧 搞模板 我们先把这些都 给合到这个核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页面里面 这个地方刷新一下 没有了 启动一下 好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 个人信息完事之后 是粉丝列表 然后下面应该是 关注人列表 对吧 应该是关注人列表 所以我们这个模板中 事实还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打开这个 profile.dgs 我们看一下 个人主页里面右侧 只有个人信息 和这个粉丝信息 所以我们应该 加上一个 关注人信息 对吧 那同理跟之前 做粉丝列表 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这个 需要的代码 拷过来 好 拷过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跟这个粉丝列表 是一样的 它需要一个 vgis里面 一个followers的 一个 ejs的插件 所以说我们就 在这个vgis里面 我们就建一个 叫做 followers.ejs 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代码呢 我们也拷过来 好 这个代码呢 其实和那个 fans.ejs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 完全是一样的 可以说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粉丝多少条 然后这个地方是 关注多少条 其他地方完全是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循环 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儿就不解释了 反正就是一个 获取了关注人员的列表之后呢 做一个便利 然后把他的头像 和那个名称 给他显示出来 然后做一个链接 链接了和个人主页 对吧 这个结果我们 其实可以看这儿 就是我们页面中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有一条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profile 是叫张三 image是什么东西 然后三里面 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结构吧 这个结构 正好是符合 我们这个结构的 刚才点过去显示 张三显示500 是因为我们 后代改了模板之后 我们还没有把数据做完 对吧 我们刚刚把这个profile 的ETS这个东西加上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 flovers.data 这个数据没有 所以他会帮助我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 会慢慢做起来 就是首先 我们把模板做好之后 就是我们需要后端 反过端是一个 叫flovers.data 里面有counter 有list 这个呢 跟那个files.data 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 路由里面 路由里面 blog.egs 就是个个人主页的路由里面 好 这个里面呢 我们获取完了 这个粉丝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关注人列表 对吧 OK 在上面写就行了 获取关注人列表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需要 叫用controller 去获取 controller呢 也是这个 userrelation的controller 就这个 这里面呢 我们看看 这儿有这个 getfiles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下面 写一个 叫getfollower 就可以了 跟getfiles一样 也是一步的 get followers userid传进去 写注释 就是获取 关注人列表 getfollower 然后这个 不要忘了 给它输出去 这个地方 不要忘了 OK 然后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逻辑 我们就直接 叫用service就可以了 跟这个getfiles 是一样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转到service里面 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theleach里面 我们 这儿有一个 getusers byfollowers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叫做 比如说叫做 getfollowers byuser 然后这里面写上一个叫 u.rd 对吧 好 注释 不要忘了 这u.rd 没必要大写 对吧 小写就可以了 OK 获取 关注人 列表 然后这个也同理 不要忘了输出 输去 OK 这里面我们该怎么写呢 该怎么写呢 有u.rd 对吧 有u.rd 然后获取 关注人列表 我们可以借助 这个数据库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虽然 只有一个 关注关注 但是我们能通过 这个关注来看一下 大家看 1关注了2 对吧 1是章3 2是李4 所以说 我们先看看上面 这个getusersbyfollower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 获取粉丝的列表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地方 看include里面 include里面 这个model是 u.rd relation 然后where是 follower.id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获取粉丝 获取粉丝 然后corner的 比如说是李4 2 李4的粉丝是谁呢 李4的粉丝 现在只有章3 对吧 那我们怎么获取章3呢 我们就去查询 这个userrelation wherefollower等于2 对不对 所以说 wherefollower等于2 就能查出所有的 这个follower等于2的 就是follower等于李4的 所有的粉丝 也就是说是章3 对吧 然后光查这个依赖 没有用 因为你光查这个 y.rd等于1 没有用 所以说你要联合 这个y.rd的信息 像这个 nifname nifname picture 这个信息 才能把这个粉丝 给它显示出来 对吧 那怎么去联合呢 那我们这个y.rd 叫find and countout 里面去includemodel include这个y.rd relation 正好命中了 我们上面定义的 这个 你再看一遍 定义的这个user has many 这个relation 然后它的 followerk 是user.id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刚才是通过follower.id 查出了id 然后这个地方正好 是通过user.id 通过外界 对应到user上 所以说我们通过 能通过这个user.id 去找到章3的 它是1 对吧 章3的这个 所有的信息 也就是说 章3的所有的这些信息 OK 那这是我们获取粉丝的一个逻辑 对吧 这我们又说了一遍 这说了好几遍了 因为我怕大家不理解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绕 同理 我们获取关注人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一边写了一边说 比如说获取关注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获取章3的关注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章3关注了李四 对吧 那章3的关注人就是李四 那我们可以通过user.relation.find and count all 我先写完再说 order.id include 大家先跟着我写 写完之后我们再去解释 attributes等于什么呢 等于id username name name pature 好 下面再说 where 好 user.id OK 我们现在暂时保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个条件 就是user.relation 做查询 对吧 然后order.by 这个不用说了 inclose先不要看 然后where user.id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要查询 关注人 那肯定是通过这个 where 这个user.id 这个条件去查 对吧 这是章3 这是李四 一是梁山 二是李四 对吧 要查询章3的关注人 可能通过user.id 等于谁是谁来去查 查出所有的follow.id 对吧 比如说我们是通过 我们是通过这个user.id 查出来这个follow.id 这个follow.id 就是关注人的id 对吧 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关注人的id 找到这个用户的信息 正好这个地方要inclose的user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能通过follow.id 找到用户信息呢 因为如果我们通过user.id 去find 同时去inclose的user的时候 我正好面中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一个关系呢 是user.id 关联到这个user 然后通过follow.id 这个外界去关联的 所以说这两个家 就让大家注意啊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user.id 作为外界的话 就像查询粉丝一样 你要先去查user 然后去inclose的userrelation 也就是说是 我们上完这种模式 先查user 然后里面去inclose的userrelation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使用这个user.id 作为这个外界 如果你想用这个follow.id 作为外界的话 就用它来关联的user的话 你得先去查这个userrelation 然后inclose的user 也就是说我们这第二种形式 inclose的relation 然后inclose的user 所以说基于我们现在 这儿现在的关系 不同的这个外界对应 我们要使用不同的方式 来去做 对吧 因为一个是查询粉丝 一个是查询观众人 这个正好是相反的 而且呢 我们这个数据模型中 userrelation数据模型中 正好是有两个键 去对应到user的这个外界 有两个外界对应到user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绕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儿 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这种关系是什么样子 以及这个查询 我们该怎么去做 对吧 好 那我们完事之后呢 我们继续写啊 这个地方还要加个注释啊 就是这个result的count 还有without是 rows这两个这个 因为我们用的还是这个 find的countout这个函数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函数写来啊 这好像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查的是 userrelation对吧 userrelation然后返回的 它里面是应该 每一下里面都带来个user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 比如说userlist复制成 without.ros.map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个每个 ros的这个 date value给它弄出来 date values给它弄出来 然后呢 userlist复制成 userlist.map 我们看再做什么处理啊 好 每个actual里面 因为我们是通过userrelation 去include的这个user 对吧 所以说这个 without.ros 是userrelation的一条条记录 所以说这个item 也是userrelation的一条条记录 然后它里面应该有个点user 就是它是include的user嘛 所以说它里面应该有个 item.user 这个东西去代表了 这个里面的用户 比如说item的user里面 应该是有id啊 username啊 nickname啊 picture这些信息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然后我们就 给它获取一下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干嘛呢 有一个叫formatuser 对吧 好 formatuser 但这个地方是date values date values 当然简单的一个 这么写 users.date values 这样想更加清晰一些 artmanuser 然后获取date values 然后去formatuser formatuser和上面这个 formatuser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returnuser 大家看 本来这个user list 是这个 resout.ros的一个处理 是吧 它不管怎么处理 这个resout.ros resout.ros 它本身 它应该是一个 relation的一个 一行一行的值 对吧 但是我们经过 这么一个处理之后呢 它最终 map里面返回的是一个user 比如说user list 它最终 这个时候 经过这一步处理之后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user 就用户的一个数组了 用户的数组 也是正好是我们期望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 在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通过章三去查询 这个它的关注人是里四 我们找出来的是一个二 这个二不是我们期望的 我们期望的是要的 里四的所有的信息 要的里四的id是二 有的name是什么 nickname是什么 picture是什么 我们这些信息都要 我们不能光要一个id 好 最终我们return就可以了 return里面这个count 就是所有的信息 count肯定就是这个resout 叫count 跟之前一样 user list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user list 这个没有问题 好 大家注意捋一捋这个地方 这几行 它通过这个return user 把它自己车里变身了 之前的时候 它是user relation的 一条条记录 然后通过return user 就把它变成一个user的 一个条条记录了 OK 这个弄完之后呢 我们 就可以把这个放在controller里面来 我们换一下行吧 看着更清晰一些 这个单行多了之后啊 就应该主动去换行 不要偷懒 偷懒之后越往后越来弄 OK get followers by user 就用到我们的这个get followers 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去解构一下 因为它返回的是user list和count对吧 刚写完啊 刚写完我们就用了 好 然后把这个user id给它传进来 好 这两个值就是这儿返回的啊 就这儿返回的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好 那 再往下啊 就是直接就返回了 就return一个new success model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返回一个count数量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返回一个叫followers list 那就把这个返回 就它这个业务 你给你讲话对吧 它的业务是这个followers 就是关注人的这个列表啊 所以说我们这么返回 这么返回完之后呢 就这个返回格式跟 也是我们参照这些块写的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在路由里面 路由里面我们去把这个引入过来 getfines和这个getfollowers 给它放一块就好了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应该是在一块的对吧 这个没问题啊 好 这里面或许关注人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写啊 就叫 followers results 不是称 顾问一次 getfollowers 然后 用的ID呢 也是这个一样的 就是当前的关注页 它所处的这个优惠ID 对吧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 然后也是我们通过这个 count followers count 还有这儿返回的这个 followers list 然后它通过这个followers without without data来去获取啊 跟这个fines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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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儿返回的是一个 successmodel 对吧 那successmodel 它的所有的数据都在 data里面 然后 暂时说一下 就之前我们讲这个地方 说这个fines count 在这儿命名 还是fines count 我们直接在 ptr上里面 是在这儿返回呢 我们是用的第一种形式 就是我们为了演示 解构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命名 对吧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fines count 在这个地方 直接把这个名字 改了 直接返回 既然这个fines count 是用的这种方式 来命名 所以说我们这个 关注人那边呢 这个followers count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命名 就行了 我们统一一下格式吧 其实你如果想改的话 就把这个fines count followers count 都放在这里面去 名字改了 这个也是完全OK的 没问题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就是finescount返回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就是finesdata下面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 叫做followersdata followersdata 好 followersdata呢 应该对应到 这个前面这个值 就是followersdata 前面这个值 这个值里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不能犯之前错误了 它需要一个count和list 这两个属性 那count呢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followerscount就可以了 followerscount list呢 我们就用这个 followerslist就可以了 OK 保存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前端 需要的这两个值 就有了 对吧 以及我们之前加了 这个mifollow的 也有了 OK 那我们可以 重启一下 重新 好 重新登陆了 OK 大家看 现在是李四 李四是个人主页 他的粉丝是张三 因为张三刚才关注了他 关注呢 是零 就是他没有关注谁 然后我们再去看张三看一下 张三里面呢 粉丝是零 因为没有谁关注张三 对吧 然后关注呢 是李四 也就是说他刚才关注了李四 对吧 我们再回到李四这里面来 我们再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张三的这里面 大家看 关注就是没有了 对吧 就是说你谁也没关注 可以再去访问一下李四 李四点关注 刷新一下 李四的粉丝已经有了 然后张三回来之后 张三的粉丝没有 张三从来没有过粉丝 张三的关注人是李四 这是我们重新演示了一遍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 关注人列表 关注人列表 粉丝列表 以及这个 以及这个 关注我需要关注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遍 就是这个 User Relation和User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 因为它是两个外界 两个外界的关系 然后这两个关系 分别对应到我们 我们这个service里面 这个查询 查询粉丝 查询粉丝 以及查询关注人 这两个执行的一个逻辑 对吧 第一个是用User去Find 然后IncludeUserRelation 通过FollowerID 去做条件 第二个呢 是通过UserRelation Find 然后IncludeUser 然后通过UserID 做条件 看我啰嗦 这么多遍 目的就是在于 第一个是要解释清楚 第二个是要 让大家能印象深刻一点 然后知道这是个重点 那履行中这个关系才行 OK 那我们把代码给提一下吧 Diff看一下 那改了一点多 OK 关注人力表啊 pose一下 OK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那个 粉丝那边要有了 关注人那边要有了 以及关注和学 关注的接口都已经有了 对吧 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肯定就是我们要 做单约测试了 对吧 下一节我们就做一下 单约测试 看看这种 比较复杂的关系 该怎么去测 对吧 这个也是可以 通过单约测试 来去把这个流程 给它跑全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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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